在仙纲大陆稳定之下 被称作修真第一步 稳定之上有两个境界 分别是阴墟与阳石 这两个境界是修真第一步与第二步之间的过渡 在这两个境界之上有三个境界 分别是窥镰 镜镰 碎镰 被称作修真第二步 亡灵从得到天逆本源感悟之后 修为从窥镰初期一举突破至窥镰中期巅峰 修为化作磅礴的原理 在大陆星天地之间疯狂的呼啸 形成一股以亡灵为中心点的庞大漩涡 这漩涡随着不断的旋转 发出呜呜之声 远远看去大陆建宗之地 天空之上有一个疯狂旋转地漩涡 在那漩涡下方的中心处 亡灵一头长发飘动 衣衫吹大飘舞 他背着双手 抬头望着天空 一双星目闪烁明亮之芒 好似包含的星空一般璀璨至极 这一幕落在四周大陆建宗弟子眼内 仿若永恒 亡灵就这样平静地站在原地 平静地望着天空 平静地沉淀内心之前的种种感悟 那飞鸟莫非就是我的前世 亡灵梦内露出沉思 沉浸在那天一打门外 抬起脚步落下的一刹那间 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本源何为本源 那飞鸟或许不是我的前生 而是一种我心神的象征 借此而生之物 这飞鸟最终葬身盲口 又是什么意思 亡灵皱起眉头 他始终琢磨不透 只是隐约好似把握到了一丝脉络 亡灵认为或许只有等天一珠阴阳 全部圆满之后 才能彻底知晓其中奥义 亡灵嘴角露出冷笑 身子向前一晃 直接踏入虚空 低头肩目光在那原本 灵天猴所在的巨塔上一扫 这巨塔侧面坍塌出一个大洞 阵阵原理波动在其内还有残余 亡灵向前一迈 便离开了大炉星 踏在了星空中 亡灵略意沉吟 目光一闪 他并不缺顶 另一个手掌是奔水而去 所以还不知道天运子此时的状况 亡灵收回心身 身影化作一道长虹 直接向着星空深处击齿而走 在数个时辰后 远远地看到了一颗废弃的蛮荒星 此星形状很是古怪 并非圆形 而是仿若被吞了一口般 成月牙之状 漂浮在星空中 时而还有一些碎石 从这废弃星上脱落 融入星空内向远处飘走 亡灵所画长虹击齿 几乎片刻就临进了这星球 更是一晃之下 整个人冲入此星的钢峰层内 这星球之上没有半点灵力 就连钢峰层都脆落不堪 随着亡灵的闯入 立刻这钢峰层就此崩溃 成连锁状态一一瓦解 如此一来 没有了钢峰层的防护 星空中的细微尘埃 毫无保留地落入这星球上 化作大片的风暴 在呜呜声中咆哮游走 此星大地处处军裂 没有半点之握 似乎绝迹了生命的气息 弥漫浓郁的死气 在亡灵双脚落下的刹那 立刻远处就有两道长虹呼啸而来 这两道长虹一大一小 正是大头与雷击 亡灵看了这二人一眼 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我今日来此 要带你二人去选择一处 修真心闭关修炼 亡灵不再废话 大袖一甩 卷着大头与雷击 直接离开了这废弃星 直奔星空而去 星空中 雷击四肢伸开 贵夫在地 抬头一声咆哮哮响 身子立刻无限的胀大起来 插那间 就化作那巨魔族百张大小的身影 亡灵一步直下落在雷击背上 盘袭而走 大头跟随亡灵之后 好似侍卫一般站在旁边 此刻亡灵身后虚影一晃 却是塔山一步走出 站在旁边神色冷漠 亡灵右手向前一指 立刻雷击咆哮中身子冲出 化作一片残影直奔前方而去 一路及时 亡灵神色平静 但路途中难免会遇到 隶属于天运星范围内的修士 这些修士无论修为多少 在看到雷击那庞大的身子后 均都是呆了一下 凡是自觉阻挡道路的 纷纷自行让道 不敢阻挡 一路上凡是看到亡灵一行者 均都是议论纷纷 看向亡灵的目光 露出功绩 在修真界 就是以强者为尊 亡灵盘袭坐在雷击背上 感受着亏孽中期巅峰的修为 当初亡灵修为亏孽初期 配合古神肉身 可以战净孽初期修士 此刻亡灵修为提升 达到了亏孽中期 如此一来 战净孽初期修士 不在话下 即便是净孽中期 亡灵也有一拼的资格 此刻 在亡灵前方星空万里外 有一艘巨大的周形之物 缓缓的前行 此周长约三十丈 通体漆黑 散发阵阵法宝波动 更是有浓郁的灵力散出 使得外人一眼就可看出此物的不凡 在这周形之物上 有一张巨大的靠椅 这靠椅上斜躺着一老者 此人身子极为肥大 看起来仿若一座肉山 在他的身旁 有七八个妙慢女子 这些女子一个个极为妖艳 身穿杀衣 看起来很是暴露 环绕那肉山般的老者身旁 阵阵娇声打雨不断 使得那老者偶尔露出哈哈大笑 这些女子手中 有人拿着酒壶 有人拿着果物 还有几人虽说没有端着东西 但却在这肉山老者身后 为妻揉捏身体 更有两个女子 趴伏在老者怀里 丝毫不嫌弃老者肉山般的身体 娇声说着话语 在老者与那些妖艳女子外围 站着七个黑衣人 这妻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仿若死尸 但却有凌厉的气息 从他们身上散出 妻人神色冷漠 盯着前方 从始至终都是一语不发 舟船外 同样还有上百修士 这些修士全部都是青色一山 彼此踏着剑光 为那肉山老者护行 老者躺在椅子上 大手先是在旁边 一个女子臀部拍了一下 哈哈大笑中接过酒杯 一口喝下 正要说话 忽然眉头一皱 看向前方 除了他外 四周只没有一个察觉异常 老者略沉吟 目中闪过兵了 把手里酒杯向旁边 一个女子身边以身 平静地说道 为老夫针酒 那女子连忙拿起酒壶 倒满了一杯 就在这时 在这舟船前方传来阵阵波动 远远的可以看到 一个庞大的身影 那身影刺之落地 直奔此地而来 肉扇老者面部肌肉一抖 眼中爆出金光 手里酒杯放在嘴边 一口喝下 此刻 舟船之上的七个黑衣人 几乎同时猛地抬头 目露寒光 一晃之下 七人同时踏出 化作七道长虹 直奔前方而去 大喝一声前方来者 三膝让刀避过 围者 杀 王林双眼寒光一闪 他之前虽说沉浸在体内原理之中 但神识却从未停止过扩散 在那肉扇老者发现 他之后没多久 他也发现了那老者 此人王林认识 正是当日回到天狱星后 那言辞刻薄 对他很不客气的肉扇修饰 王林嘴角露出冷笑 自认为已经成为一方强者 但这肉扇老者对自己却毫无敬意 当真是找死 王林身后的大头舔了舔嘴唇 眼中露出嗜血之芒 他已经很久没有杀人了 此刻看到那几个黑衣人 却是不由的心中涌现杀影 身子向前一步迈出 起诉太快 一山之下就消失无影 那肉扇老者神色阴沉 冷冷地盯着远处 越来越近的雷急 他目中露出一丝奇异之芒 仔细地看了那雷急急眼 却是有了贪念 他知道王林法宝极多 正好今天碰到 准备把王林击杀再次 抢走法宝增强自身 王林盘息坐在雷急背上 眼中爆出金光 一步之下便直接瞬移而出 现身在了大头旁边 王林看都不看一眼 右手随意一挥 气味黑衣身影瞬间消散 王林目光平静 望着那肉扇老者 缓缓说道 你之前好像对我有意见 那肉扇老者略意皱眉 冷笑道 小悲 他来与灵天猴的一战 让你觉得自己可以挑战我了吗 他身子一晃 整个人漠然而出 在星空中右手掐绝 向前一指 顿时在其身后 竟然有一个庞大的虚影幻化而出 这虚影赫然就是一尊石碑 石碑上散发金光 使得这星空被笼罩之下 明亮起来 老者低喝中 其身后虚影迅速一晃 竟在在他右手掐绝一指之下 直奔王林飞去 狠狠地叫压下 王林神色平静 右手握拳 一拳轰出 立刻便有阴暴轰然扎响 王林前方星空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近百丈大小的阵阵 古神手臂训幻化而出 仿若这一拳 是古神训与王林一同打出 这一幕 立刻让那肉扇老者大吃一惊 尤其是古神手臂幻化而出时 一股浓郁的蛮荒支气散出 蕴含了一种天地至极的狂傲 与毁天灭地的霸道 一切力量阻挡在前 都要崩都要碎 从天而降的巨大石碑 还未临近王林 便立刻被那古神虚幻的手臂支拳碰到 轰的一声 那石碑竟然脆落得不堪一击 直接崩溃 四分五裂之下 化作无数碎片倒卷 柳山老者一愣 面色瞬间阴沉 但就在这一刹那 王林之前打出的一拳 轰然临近 老者冷横中 双手掐绝一指前方 立刻在其身前 便有九个印记幻化而出 叠加之下直奔王林拳头而去 在临近的刹那 老者双目寒光一闪 打喝倒 爆 九个印记爆开 但那老者神色不但没有缓和 反而露出震撼 身子毫不犹豫的后腿 只见在他的前方 那九个印记崩溃中 王林一步走出 他神色平淡 却是毫发无损 刚才的冲击 他只是一拳 便全部化解 王林一步一步 缓缓地走向那肉扇老者 老者面色苍白 一直到了此刻 他都有些不敢相信 这王林竟然有如此实力 当日他看到 王林与灵天侯的遗战 他内心一直认为 王林是以法宝之威 再加上灵天侯 未出权力所致 但到了现在 他才深切地感受到 那来自王林身上的强大实力 老者眼中杀鸡一闪 他为人心狠手辣 今日遇到王林 本就有了杀心 这杀心来于贪念 除了贪图那具魔族作息外 更多的 则是那心腹钥匙 老者舔了舔嘴唇 身子后退中 不假思索 双手掐绝 在身体上连点数下 每点一下 他身子都会颤抖 随着双手不断 地点在身上 他后退中 身子颤抖不断 脸上更是露出猙獰 大合一声 双手向前狠狠一推 立刻他那如同肉扇一般的身体 诡异地自行蠕动起来 随着蠕动 这老者原本肥大的身子 居然迅速瘦了下来 但在他的身上 却是有一股可怕的气息 随着身体的受缩 疯狂的凝聚 最终在其眉心之上 出现了一道刺目的亮光 老者的身子 此刻已经彻底地瘦了下来 几乎皮包骨一般 看起来如同骷髅 他低喝中 眉心之光在刹那间暴增 化作一道强光 直奔前方亡灵而去 在这强光弥漫的刹那 亡灵双眼寒光一闪 他虽说不知那强光未合物 但却在其上感受到了一丝危机 亡灵右手虚空一抓 顿时这星空传来轰隆隆巨响 天地远离疯狂的云涌 只见在亡灵的右手之上 星空漠然间撕开了一道缝隙 缝隙内红芒一闪 凝聚之下 在亡灵的手中 幻化出一柄灵神毛 亡灵一把握住虚幻的灵神毛 向前狠狠地一抛 顿时此毛化作一道赤红 直奔前方来临的强光而去 在这灵神毛飞出的瞬间 那蛮荒的气息 刹那打到了巅峰 轰的一声惊天之响 灵神毛与那强光碰到一处 连续不断的碰撞下 那强光迅速虚落 只是鼠息就直接崩溃瓦解 灵神毛一闪之下 直奔老者而去 老者面色苍白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的亥然 身子抱腿 但他的速度与灵神毛相比 还是差上太多 瞬间就被追上 眼看就要从他身上穿透 就在这一刹那 老者一拍橱物袋 立刻手中多出一枚青光小盾 此盾闪烁之下 直接阻挡在他身前 与灵神毛碰到一处 碰的一声 那小盾颤抖中倒腿 但其上竟然没有任何裂缝 老者不假思索 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施展了血盾之术 抓着青光盾牌 立刻急持后腿 净念修饰施展血盾 其速快的已然无法想象 在那小盾之前 被老者拿出的刹那 亡灵双目猛地爆出金光 他清晰地感受到 在那小盾之上 有微弱的古神起息 眼看那老者急持倒退 面身毛更是在连续的攻击下 渐渐虚幻透明 最终消散 亡灵目中寒光一闪 直接一步踏出 施展了缩地成存 老者看到这一幕 顿时心神疑震 有一种头皮发麻 魂飞魄散的感觉 几乎不假思索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以更快的速度急持后退 他额头更有汗水流下 内心狂吼 缩地成存 这亡灵竟然会缩得成存 缩地成存 并非人人都会 拥有缩地成存 便相当于是 在修为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有了利于不败之地的资格 老者面色苍白 眼中露出恐慌 他急持后退中 在其身旁 立刻就有波纹出现 王力一步走出 没有任何犹豫 右手握拳 直接轰出 他距离着老者实在太近 此刻这拳几乎刚刚抬起 便依然临近老者不足其存 远远看去 就仿恶是那老者自己送上来一般 拳头之上蕴含的古神之力 化作一道风暴横扫 眼看就要吞向老者 老者双目瞳孔收缩 咬牙之下立刻截呼 刀友饶命 且听我一言 王力右手默然一顿 在老者鼻尖一寸停下 冷冷地盯着老者 老者额头冷汗密布 余光落在面前的拳头上 清晰地感受到 在那一拳内 蕴含了一股磅礴之力 若是落在自己身上 定然会肉身崩溃 人神失去肉身后 怕是也无法逃出此人之手 刀友要去那妖灵之地 一定会需要帮手 在下愿为道友销 拳马之牢 来换取今日冲撞之势 王力神色冰冷 看不出半点喜怒 只是冷冷地望着老者 在王力的目光下 老者内心叫酷 咬牙道 除此之外 我愿送出这法宝盾牌 这盾牌是我法宝中 防护之力最强的遗物 当要拥有它 在进入那洞府后 定可获得很大助力 老者说着 直接把手中盾牌上的烙印抹掉 递给王力 王力沉默片刻 缓缓地收回拳头 结果盾牌 仔细地看了一眼后 收入储物带 老者看到王力收拳 内心松了口大气 小心地看向王力 王力抬起右手 掐出印诀一晃 便又禁止幻化而出 与当初操控大头一样 化作一个奴印 按在了老者眉心 老者不敢反抗 任由王力把印记按下 那印记在老者眉心闪烁数次 渐渐融入旗内消失 王力不去看着老者 转身一步身影消失 出现时站在了雷急的背上 盘膝坐下 老者暗谈中 身子一晃 回到了那州船上 把四州的弟子都叫来 分简单复一番后 任由他们随着州船离去 自己则来到了雷急背上 站在王力的前方 哭笑道 在下本名陈锋 道号扶风字 今日败在道友手下 心服口服 取妖灵之地 我陈锋定然遵守 承诺权力相助 但希望道友从妖灵之地回来后 为我打开封印 你我两亲 王力平静地望着陈锋 徐徐说道 我的封印不深 你若想打开 自然可以做到 陈锋摇头苦笑 他之前就看出了 这封印只有 封亏念修饰的程度 对于他来说 若是他想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冲破 但他却不敢冒险 在他想来 这王力太过阴险 这种封印就是一道催命符 若是他针线了对方的画面 一旦暗自打开封印 怕是立刻就会有 更深层的连锁反应出现 到了那时 其威力与后果定然 是他无法承受 这就是王力的目的 他毕竟真正的修为 还是亏灭中气的巅峰 根本就无法封印 一个静列修饰 如此一来 唯有依靠心机 这心机化作无形的封印 若是用得好了 比之天地一切封印 到西里无数倍布置 王力平静地说道 若你在这期间 听从王某之令 带出妖灵之地后 我喊你自由 陈锋点头 不再废话 盘膝坐在一旁 此刻他的身子 极为干手 但在他盘膝不久 随着吐吶 竟然又缓缓地膨胀下来 王力收回目光 他知道陈锋在自己面前打坐 就是露出一种姿态 表示毫无其他想法 一心只想邀灵之地后 要回自由 王力暗叹自己的人手 还是不够 沉默中雷击速度极快 在这星空内极持 一路无话 不久之后 远出一颗水蓝色的 修真星遥遥在目 此星远远看去极为美丽 如同一颗水球般 充满了绚丽 更有浓郁的灵气弥漫散开 陈锋睁开双眼 看向那水灵星 其目光中闪过一丝银血 他知道这是陈道三子 所属的修真星 他对于那名为水灵的女子 很是心动 若非是顾忌陈道三子背后之人 早就把那女子掳走 当作掳顶去了 王力看了一眼 那水蓝色的星球 瑞陈银就准备绕过此地 虽说这修真星 很适合他闭关 但与陈道三子 毕竟有些交道 实在不好出手抢夺 这要离开之事 却是从那水蓝色星球内 立刻就有三道长虹飞出 这三道长虹呼啸间 仿若三条巨龙 交错之际形成一股风暴咆哮 咆哮中 传出一臣子那低沉的声音 何方道有 来我沉到三子门前徘徊 一臣子刚说完 立刻便所有查局 那咆哮的风暴在这一瞬间 立刻轰然停顿 从其内走出三人 正是那沉到三子 他三人也是刚刚回来不久 此次鬼眼坊是因为意外的原因 尚未开始便被终止 他三人便就此离开 在看到雷吉那庞大的身子时 三人尽管神死如常 但内心却是一臣 在联盟星域内 能拥有一个巨魔族族人作为坐骑 基本上是与灵天猴 天云子等人齐名的老怪 才有资格 随后三人又看到了雷吉背上的众人 在看到雷林时 三人同样一臣 尤其是一臣子亲眼看到了 天云星上的战斗 在他想来 这王林必死无疑 此刻再次看到 争了一下后 内心却是对王林起了恭敬 只是 今日三人注定是要有些摸不清头绪 他们看到了陈锋 陈锋之名 在天云星内赫赫 虽说比不过当年的邪总 但也是那种算得上号的成名老怪之一 尤其是此人好色如命 更是打过灵儿的主意 虽说后来放弃 但却也让陈道三子 着实担惊了好久 此刻看到 虽说陈锋样子受了不少 但还是被他三人一眼认出 心神一阵之下 却是分不清眼前的局势 是好是坏 一时之间 三人不由的沉默下来 那陈锋黑黑一笑 说道 陈道三子 把这水灵星让给老夫 如何 陈道三子面色一变 正要说话之时 王林眉头皱起 平静的开口 郭躁 陈锋心神一颤 王林话语虽说平静 可落在他耳中 却是听出了一丝不善 他此刻可不敢得罪王林 连王脸上露出微笑 却是再也不敢多话 这一幕 让陈道三子再次愣住了 王林向着陈道三子一抱拳 一陈子倒有 之前一别 没想到数日再次相见 之前不知此行属于三位 王某这就离开 拎寻其他闭关之处 一陈子连忙抱拳回礼 内心却是极为震撼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陈锋竟然在王林一句过躁下 竟然隐约露出畏惧之色 一陈子犹豫了一下 抱拳询问浮云子与王林的关系 王林随口说道 他是我的婆从 向一陈子略点头 就准备离去 他却不知道 这一句话落在陈道三子耳中 不亚于是数万天雷同时炸响 三人几乎倒吸口气 眼中露出强烈的震撼 一陈子毫不犹豫 立刻说道 王兄 王兄莫急走 这水灵星很大 若是王兄不嫌弃 可在此地修炼 王林略以犹豫 看了一眼沉到三子身后的水灵星 此星灵气很浓 一眼看去更是可以感受到 其上阵阵清明与秀美 一陈子看到王林犹豫 连忙抱拳道 王兄 除去我水灵星 四周方圆数十万里内 再也没有能与此星相比者 况且此星很大 我等绝不会打扰王兄修行 旁边的一星子与一龙子二人 也看出了一陈子的心思 连忙在旁犬说 王林点了点头 抱拳道 如此便麻烦三位了 一陈子哈哈一笑 说道 不麻烦 王兄能下他在水灵星 是我三人荣幸才对 请 一陈子向后退开几步 右手翼翼 迎着雷吉那庞大的身子 去往水灵星 前行中 雷吉身子渐渐缩小 最终化作一丈大汗 跟在王林身后与大头和塔山平行 至于扶风子 一路上陈道三子与王林谈小言行 所谈大都是一些无关事宜 当日鬼眼城外之事 一陈子等人闭口不问 一星人均都是大神通修士 飞行中没过多久 便临见了水灵星 进入了钢峰层 很快的 众人踏出钢峰层 刚溢出钢峰层 立刻便有浓郁的灵气弥漫 王林深吸口气 眼中露出赞叹 一陈子三人始终陪在旁边 看到王林的神色 一陈子暗自得意 心道这水灵星 可是附近数十万里内 最好的一颗修真星 若非是他三人失尊的原因 根本就不可能让他们三个占据 王林笑道 此星不错 一陈子哈哈一笑 说道 若是王兄喜欢 可在此地长住 老父欢迎 正说着 忍出几只仙鹤从云中飞出 动作极其优美 在其中一头仙鹤上 还坐着一个身穿蓝裙的少女 这少女相貌秀美 人海味道 便又阵阵如银铃般的笑声传来 在这女子身后的仙鹤上 洁白如玉般的肌肤 更又银润之色入眼 那精致的五官 让所有看到者 都会双眼为之一宁 在这女子身上 抛去那冰冷 唯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那便是伤心悦目 她的冰冷 唯独在面对前方少女时 才有所缓和 她一眼就看到了 陈道三子与王林众人 美目一早 这女子站起身子 恭敬道 弟子赵雪 见过师尊与各位师叔 陈道三子中的老二 一龙子 她微微一笑 看向王林说道 王兄 这是刘某弟子赵雪 说完 她又向那紫衣女子说道 赵雪 还不来参见这位王前辈 紫衣女子美目落在王林身上 神色恭敬 轻声道 参见前辈 一旁仙鹤上的那少女 一早就看见了王林等人 此刻大眼睛眨了眨 娇笑道 王前辈可还记得灵儿 其声音极为娇柔 更是蕴含了一股水灵 跟女子天然的妩媚 落在王林耳中 使得王林嘴角露出微笑 点头道 当然记得 我那草帽与铃铛 不就是送给你了吗 少女眼口一笑 正要说话 却不知心中想起了什么 立刻翘脸为红 目光扫向旁边的紫衣女子 紫衣女子眼中露出诧异 她可是知道 自己这个师妹这几天回来后 总是在自己身边 说着一路见闻 其中对于一个王姓前辈 更是说的最多 每次提及这王姓前辈时 这丫头都是眉飞色舞 很是高兴 尤其是那一对铃铛 更是喜欢的很 挂在手腕上 总是摆弄 几天的时间 几乎嘴边最多的 就是这个王姓前辈了 就连赵雪他自己 也不由的对着王姓前辈 好奇起来 此刻赵雪不由的 多看了王林几眼 却是没看出 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一臣子含笑看着眼前一幕 又看了看王林 内心生起一丝 其他的想法 哈哈一笑道 灵儿 你王前辈决定在此地暂居 你们莫要打扰 说完 他便在前 引着王林向前飞去 王林向灵儿略一点头 便向前一步迈出 他身后的塔山大头等人紧跟 那扶风子扫了一眼二女 内心暗谈 跟在了后面 女儿伸了伸小舌头 脸上黄霞未散 又与子依女子 赵雪娇小玩耍起来 坐在仙鹤上 渐渐飞向远处 以臣子等人为王林安排的住处 是水灵星东部一处 极为典雅的宫殿群 这宫殿群很有古风 更具备了仙姿 远远看去 坐落在群山之中 仿若仙剑 此地也正是这水灵星上灵气 最为浓郁之处 陪着王林一行来到这里后 陈道三子含笑告辞 相约明日前来拜访 送走陈道三子后 王林望着眼前的庞大宫殿群 此地山岸众多 几乎每一处山岸顶部 都秀宫殿 如此一来密密麻麻之想 这里的宫殿不像树石 极为磅礴 在四周 随着山岸有众多的参天大树 放眼望去 一片绿弥漫 欠人心扉 本作要闭关树人 塔山护访 七人各自选择住处 但不得离开我百里外 王林神色平静 留下一句话后 身子一晃 直奔其中一处宫殿而去 塔山踏步而出 跟在王林身后 大头犹豫了一下 与雷杰一同选择了一处宫殿 此处距离王林所在很近 若是王林那里召唤 他人可以瞬间就到达 至于浮风子 暗叹之下选择了稍远之处 他下意识地不愿距离王林太近 不过对于王林的百里限制 却是记载了心里 王林一步间 便来到了所选择的住处 略意打量 脸上露出赞叹 这大片的宫殿群 几乎每一处都不同 但看起来 却均都是宏美不凡 进入宫殿后 塔山盘西坐在外面 一动不动 为王林互放 宫殿内很是奢华 刁蓝玉器之物近视 地面上是一个巨大的八卦图案 其上没有丝毫灵气 显然不是阵法 而是装饰之物 正中间更有一个 须三人合抱的铜奴 还有一个紫玉蒲团 显然是打坐之处 除此之外 四周的墙壁上 雕刻着连接在一起的壁画浮雕 其上索刻云烟缭绕 却是一副仲仙营地图 环顾四周 对于此地王林很是满意 此地范围很大 适合祭练法宝 更是颇为恩记 闭关静修也可 在四周仔细查看之后 王林盘西坐在那紫玉蒲团上 缓缓地闭上了双翁 体内原力流转全身 窥灭中期巅峰的修为 在这一刻弥漫开来 王林这一坐便是三天 期间沉到三子来临 但却没有打扰 而是等了歇许后 便告辞离去 三天后的深夜 水灵星上夜明星熙 阵阵夜风吹拂 落在大地 使得树叶花花坐下 四周更是一片安静 王林所在的宫殿内 他盘息而坐 原本三天未动的身子 在这一刹那 猛地睁开双目 两道金光从其眼中爆出 在他双目睁开的瞬间 仿若这漆黑的宫殿 都在一瞬间 如同闪过划过 变得明亮起来 王林喃喃自语 三天的时间 加上之前一路打坐 终于让秀为 真真正正的巩固 在窥灭中期巅峰 配合我的古神肉身 应可与静灭中期一战 只是这些 对于去妖灵之地的先父 还是不够 沉默片刻后 一拍出无带 立刻从其内 飞出一道清光 这清光一闪 立刻便使得 这宫殿一片朦胧 清光中有一面 巴掌大小的盾牌 这通体通体青色 由不知名之物积累而成 在其内 还有阵阵云烟飘摇 看起来很是美丽 这清光小盾 在王林身边 环绕四圈后 漂浮在了王林身前 静止不动 就连骑上的清光 好色也在这一刻永恒 望着清光内的盾牌 王林目光闪烁 他之前在浮风子 拿出此物时 就从这上面 感受到了一丝 古神的气息 只不过这气息不浓 好色被封印遮盖住一般 若非是王林本身 就是古神 换作外人 绝对无法发现 王林沉吟中 抬起右手 那清光小盾 立刻向前飘来 最终落在他的手心上 近距离接触此物 其上那古神气息 更为明显 王林目光闪烁 望着此盾 仔细地在上面看了许久 最终目光停留 在了这小盾侧面 一个印记之上 那印记 是一条踏云之龙 此龙通体青色 看起来就是一条青龙 此盾内散出的古神之气 就是在这印记下被阻拦 使得古神气息 无法散出太多 始终被禁锢 在盾盘内无法外泄 王林沉吟很久 抬起右手 向着那印记 默然点去 在他手指 碰到那印记的刹那 立刻一股强大的反振之力 轰然间从旗上爆出 形成一股极大之力 轰的一声 使得王林手指 被生生弹开 那清光小盾 更是一阵之下 青龙印记剧烈地 闪烁青光 在刹那间 那青光之量 达到了巅峰 竟然化作出一头青龙 这青龙身子约十丈长 弥漫大半个宫殿 一身龙鳞 看起来极为绚炼 弯曲环绕下 更有威严笼罩 此刻张开龙口 带着一声咆哮 向着王林一口吞来 王林双目一寒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便有一股 狂风呼啸而来 直奔那青龙横草 更是一迅雷般之所 一把抓住那青龙的身子 正要捏碎 但就在这一刻 那青龙双目 露出浓郁清光 身子一晃之下 竟然从其体内 分出一道青睫 急速而出 化作了一条 稍小一线的青龙分身 直奔王林眉心吞噬 王林冷笑 他全身最强之处 便是眉心 若是第三目打开 即便是骨神肉身 也有所不如 更不用说那里还有天泥珠 王林眉心之上 顿时便有一道缝隙 默然间打开 这缝隙内露出赤目红芒 打开间如同一个黑洞 散发出强大的吸力 直奔那青龙笼罩 这青龙双目露出震撼 低吼一声就要倒退 但他的身子距离 王林眉心太近 此刻退后已然不及 在王林眉心第三目 打开的刹那 便直接被彻底的吸入其内 没有那阵阵龙小的余音 还停留在这宫殿内环绕 王林守住那条青龙 此刻立即唯灵 光芒顿时暗淡 在王林以捏之下 碰了一声化作点点青光 向四周散开 最终青光消散 在王林的右手上 出现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碎片 这碎片上雕刻着一条青龙 这青龙活灵活现 若是有凡人看到 并会为之心神震撼 拿着碎片 王林仔细看了几眼 他在这上面 感受到了一股与眉心朱雀印记 有些相似的气息 想来应该是四圣宗中 青龙一脉的之物 王林把这碎片收入储物袋 目光落在了青光小盾上 没有了青龙印记 这盾牌内股神气息缭绕 但却没有明显的散出 王林皱着眉头仔细查看之下 立刻双目一凝 在这盾牌之前青龙印记处 虽说此刻没有了印记 但却有一团青色的气旋 在缓缓地旋转 只向有青龙印记覆盖其上 使得王林不曾发现 此刻印记消失 立刻把这气旋露出 这气旋不强 但在王林的观察之下 却是隐约看出 这气旋内有一道原理缭绕 这原理没有攻击性 而是一道神念 这神念与古神气息交融在一起 不知为何竟然诡异地相容 是拥有古神气息 否则的话 一切修饰 均都无法把这神念分离 至于第三步修饰 能否分离这神念 王林不知 但他却知道 以扶风子的修为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恐怕也正是 这神念保留至今的原因 王林目露沉吟 若是不把这神念驱除 古神气息无法外泄 这盾牌的威力 根本就不能全部发挥 沉吟片刻 王林眼中闪过果断 眉心古神星点 缓缓浮现旋转之下 立刻便由古神之力弥漫 凝聚起十指 在这一刹那 王林右手十指如闪电般迅速按去 直奔那盾牌侧面 小口内的气旋而去 在他的手指碰到那气旋的瞬间 王林指头上凝聚的王族古神之力 如同怒浪一般冲击 直接与那气旋碰撞 刹那间 气旋内从盾牌上散发出的古神气息 仿若颤抖一般 迅速波动起来 向着王林手指凝聚 与此同时 随着古神气息的聚变 其内与之交错的神念 顿时被分离出来 立刻在王林的审史中 就一个威严的声音回到 老夫庆龙圣皇 受魁与之仙剑 救我者 封庆龙第一序列 把老夫消息送回庆龙圣宗者 四圣宗也可为其做一件事情 老夫气息微弱 怕是坚持不了太久 往获得此神念者 速速来救 王林身子一阵 尚未来得吉祥太多之事 那清光小盾内的神念消散 古神气息在这一瞬间 疯狂的爆发出来 这盾牌内的古神气息 不知被压制了多少年 此刻爆发 立刻便形成了一股风暴横草 王林面色一变 一把抓住那清光盾牌 身子一晃之下便出了宫点 站在了星空下 在他身子出现的刹那 盾牌内的古神气息 彻底的宣泄而出 这气息之浓郁 即便是王林也不有的未知一阵 只见那无尽的古神气息宣泄 竟然化作了一个庞大的古神絮影 弥漫之下笼罩天地 这古神絮影眉心之上一片模糊 有星点急速旋转流浪 看不清到底是几星 此刻 那原本只有八张大小的盾牌 更是在阵阵清光闪烁下 漠然放大 几乎瞬间便有了数张大小 看起样子 还在不断的扩张 随着扩张 那盾牌由之前的小巧 化作了粗犷 到了最后 那盾牌竟然达到了百张大小 阵阵难以想象的威压 疯狂的降临天地 远处沉道三子早就察觉 急迟而来 远远地望着这里 眼中再次露出震撼 更远处 居住在这水灵星内的修士 此刻纷纷从打坐中 被一阵心神颤抖惊醒 他们修为不够 此时只能感觉这天地之间 被一股难以想象的威压弥漫 丝毫不敢挪动身子 访而只要自己一动 这天就是踏下把自己生生碾碎 少女水灵原本正在盘膝打坐 身前放着一对铃铛 越看越是喜爱 但就在这时 突然便感受到了那天地间的威压 在她感受到这威压的瞬间 一道柔和的蓝光 从她胸口散出 弥漫全身 为其抵抗 蓝光下 柳只是略感不适 她一皱笑眉 起身走出房间向远处看去 这一看 却是让她张大了小口 一眼的不可思议 只见在她目光尽头的天边 一个虚幻的巨人半蹲着身子 仅仅如此 就已经是顶天立地 若是这巨人完全站起 怕是一跺脚 这水灵星就会崩溃 大头等人此刻也立即闪烁而出 望着天空的一幕 立刻呆了一下 那雷吉则是身子颤抖 眼中露出崇敬 望着盾牌后幻化而出的巨大虚影 她清晰地记得 在巨魔星上皇族禁地中 有一面图腾圣物 那圣物上所刻画 正是如眼前般的庞大巨人 浮风子是第一个察觉异常者 此刻她飘在半空 神色极为复杂 望着亡灵身边那巨大的盾牌 这盾牌是她当年与一仇家厮杀后 杀人所获 研究之下立刻大为惊奇 隐约间知晓此物 怕是与四圣宗有些关联 轻易她不会施展而出 之前也是为了逃命 生死危机下才咬牙拿出 至于其上的青龙印记 她可以破除 但她看出在那青龙印记下 还有一出气悬 那气悬 任凭她如何想办法 都始终无法破开 最终唯有保持现状不变 但此刻她却没想到 这盾牌一到亡灵手中 竟然就被其打开了气悬封印 内心复杂之下 她对于亡灵无形之中 更天忌惮 亡灵目光凝重 只勾勾地盯着 那仍然还在不断膨胀的盾牌 这盾牌此刻 已然从之前的一百多张 增长到了近三百张大小 近距离看去 这盾牌就仿若是一片高墙 其做工很是粗糙 但却没有任何人 敢小看这盾牌的威力 这才是古神的法器 盾牌后的古神虚影 随着盾牌不断地膨胀 其身子也渐渐更为庞大下来 到了最后 其大小已然超过了 水灵性能看到的一切 就在这一瞬间 盾牌翁的一声停止膨胀 其后的古神 缓缓地低下头 他仅仅是头颅 便把这天空覆盖 其眉心之上旋转地星点 渐渐地缓和下来 最终砰的一声彻底的停顿 在其停顿的刹那 亡灵双目爆出金光 露出狂喜与震惊之刺 在那虚幻的陌生古神眉心 有八个星点 但在第八个星点后 竟然还有一个 这个星点 很是模糊 仿若尚未彻底凝聚 但显然已经出具星星 只差一步 就可以成为九星的惊天古神 亡灵倒吸口气 那虚幻的庞大古神 在眉心星点停顿的瞬间 身子轰的一声崩溃 化作点点金光 向着星空弥漫开来 在这一刹那 整个水灵星上 仿若白昼一般 任何一个地方 都在那金光照耀下 处于明亮之中 这光亮只是树息 便缓缓消散 大地再次被黑暗笼罩 在亡灵的面前 那盾牌达到了近千丈大小 树立之下 就仿若是一道天地壁乱 隔绝阴阳 在其上 清光朦胧 使得其四周的夜空 也随之朦胧起来 更是出现了阵阵扭曲之响 仿若此物就是纳盆 不该出现在天地之间的法器一般 亡灵深吸口气 直奔那盾牌而去 不远处的浮风子眼中露出挣扎 他想到过此物 若是封印全部打开后的威力 但此刻所看 却是远远的超过了他的想象 有心去抢夺此物 但一想到眉心的印记 浮风子却是不得不放弃 他不知道自己若是冲破了 这表面的封印后 将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越是未知 便越是会想象众多 他之前听闻过的歹毒禁止 如此一来 却是让他越来越忌惮 亡灵临近盾牌 右手伸出毫不犹豫地放在上面 在他的右手碰到这盾牌的刹那 立刻便有旁卜的骨神之力 从盾牌内冲出 浓入亡灵身体中 带着一丝疯狂的暴虑 而毁灭一切的决心 这气息冲了亡灵体内横扫 但却没有给亡灵带来半点伤害 这气息游走数圈 从亡灵体内离开 回到了那盾牌上 就在这一瞬间 亡灵脑中轰了一声 好似有大量的信息突然涌入 好在他是骨神肉身 略一次痛后便缓和下来 渐渐地吸收脑中的信息 许久 亡灵双目内露出名望 张口轻声说出一个骨神之语 其实很是诡异 在出口的刹那 便有一股奇异之力 笼罩千丈大盾 此盾轻光缭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缩小 最终再次化作巴掌大小 静静地飘在亡灵面前 亡灵双眼平静 他知道 若自己不是骨神肉身 刚才那豹那之力 就会立刻将自己杀死 这种法宝 与骨神之顶不一样 骨神之顶内虽说也有骨神气息 但这气息相比之下 可以说是缺少了灵动 单纯是气局而已 毕竟骨神之顶 是图斯并不满意的法宝 制作出后就随手丢弃 甚至可以说 图斯根本就没有使用过那大顶一字 但这盾牌却是不同 此盾很显然是那陌生骨神贴身之物 否则的话也不会再打开封印的刹那 幻化出其主之下 其级别 即便是不如真正的灭神矛 也相差不多 均都是属于那种天下间 没有骨神才可使用之宝 亡灵站在板空 平淡地开口 浮风子 你施展全力 向我打出一世神通 不远处的浮风子沉默片刻 双手掐绝之下 立刻便有紫光缭绕其身 漠然间在身前化作一面石碑 这石碑在轰隆隆的巨像 划过天际的刹那 直奔亡灵而去 石碑之上有无数印记闪烁 形成一股滔天之力 瞬间临近 向着亡灵狠狠地压下 亡灵所在的天空 顿时便有卡卡之声回荡 却是四周百丈内 立刻出现了大片的裂风 但就在石碑压向亡灵的一刹那 亡灵身体外漂浮的青光盾 光芒立刻刺目 闪烁之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落在了那石碑前方 语气碰在一处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那石碑彻底崩溃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但让浮风子猛地睁大双眼 露出不敢置信的 则是石碑崩溃后 其内蕴含的天地圆灵 竟然呼的一下 全部被那盾牌吸收 盾牌之盲立即大浓 王灵眼中露出沉意 右手一掌 立刻这盾牌飞到他的手心之上 仔细看了一眼 王灵脸上有了微笑 此物不是王族法器 但却是寻常古神之中的巅峰之物 按照之前脑中获得的传承信息 此物若是吸收了足够的天地之力 可以开启当年那陌生古神 福音在内的保命神通 能让八星古神 当作保命的神通 会有多强 王灵深吸口气 双目一闪 立刻这盾牌再次缩小 直接化作一道绿芒 融入王灵右眼瞳孔内 此刻的王灵 一头长发下右眼极为诡异 透出一股无尽的蓝 让人一眼看之 便绝不会忘记 此刻在距离水灵星很远之处 天运星外 一道长虹呼啸临近 那长虹类正是司徒男 在他四周 弥漫了磅礴的天地园里 一头黑发飘动下 露出那粗犷却带着邪气的容颜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仿若魔神 他并非一人 在其身边还有一个女子 这女子像我秀丽 更是带着一股妩媚风骚之感 身穿纱裙 飞行间纱裙贴在身上 露出凹凸有志的妙满曲线 司徒前辈来这天运星 不知所谓何事呢 这女子双目淡眉 叫声道 哈哈 老子来这里 是为了一个兄弟 多年不见 不知当年故人 现在修为几何 司徒男说着 神色露出一丝追忆 内心暗叹 想起亡霓一别数百年 真不知这小子现在如何了 那风骚妩媚的女子 美目流盼 笑道 哦 前辈这位兄弟 不知叫什么名字 或许晚辈还认识 也说不定了 司徒男终于找到了天运星 她的修为如今达到了什么地步 她身边的这位女子又是谁了 王宁看到司徒男之后 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请点击关注男星动漫君 下期内容精彩继续